事实记第十四章 女子,何致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? 残孙对他父亲说,愿你给我娶那女子,因我喜悦她。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,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,那时非利士人挟制以色列人。 残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,到了亭拿的葡萄园,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。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残孙,他虽然手无器械,却将狮子撕裂,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 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。 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,就喜悦他。 过了些日子,再下去要娶那女子,转向道旁要看死尸。 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,就用手娶蜜且吃且走。 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,他们也吃了,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娶来的。 他父亲下去见女子,参孙在那里摄摆盐宴,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。 众人看见参孙,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。 参孙对他们说,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,你们在七日盐宴之内,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,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,三十套衣裳。 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,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,三十套衣裳。 他们说,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。 参孙对他们说,吃的从吃者出来,甜的从强者出来。 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。 到第七天,他们对参孙的妻说,你狂哄你丈夫,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,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富家。 你们请了我们来,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? 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提哭说,你是恨我不是爱我,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,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。 参孙回答说,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,岂可告诉你呢? 七日延宴之内,他在丈夫面前提哭,到第七天逼着他,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,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。 到第七天,日头未落以前,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,有什么比蜜还甜呢?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? 参孙对他们说,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毒耕地,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。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,他就吓到雅实基伦,击杀了三十个人,夺了他们的衣裳,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。 参孙发怒,就上傅家去了,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,就是做过他朋友的。